谁说特斯拉必须在特斯拉护占维修 今天一台电机逆抢护占 经过诊断确定为电机有问题 接下来就给大家挨个拆掉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拆装的时候咱们要注意哪些细节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它们前面的行李舱全部拆掉 因为它下面还有连的好多附属的部件 我们不好拆 所以前行李箱件必须第一个掉 第二个部分就是拆轮胎 现在轮胎呢我们已经把它干掉了 下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去拆除电机它所有的副件部分 现在我们拆下电机的冷水管 它的进水管和处水管全部把它拆除掉 在车辆的底部放防灯液的盆 然后在接下来的防灯液它可以接住 拆掉方向机的供电插头 拆掉半轴与轮胎固定的大帽 首先将刹车盘的刹车片进行松动 使活塞向后仪 以便我们拆下它的卡钳 拆掉刹车卡钳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些管呢直接掉在货车当中 那么极有可能这个管会把它撑到漏油 有这种可能性出现 但是也并不一定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我们是拿个铁丝给它挂起来 减少管的受力 因为刹车呢 是车辆上的有非常重要的一根油管 如果它出问题这个非常麻烦 所以说呢我们最好是拿铁丝给它挂起来 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现在咱们整体啊 对特斯拉全部电机的拆卸啊 已经把它的附属部件已经全部拆卸完成了 咱们整个的拆卸方案是连着原宝梁 也就是副车架 那么把它整体下来 这样的话呢 电机整体相对来说好拆一点 所以说呢 总共也就是大概20克螺丝果肉吧 咱们呢 马上就把它全部干完了 拆一下减震器螺丝 整个电机呢 分成三个支点 来将电机支撑起来的 拆掉电机右旋置支架 将穿心螺丝取掉 那么右旋置这一块就可以了 拆下原宝梁 右前螺丝 拆下原宝梁 左前螺丝 再将原宝梁啊 后面的几颗固定螺丝 全部拆掉 这样的话呢 整体我们带着这个原宝梁 把简直这个螺丝已经穿完了 车辆举起来啊 这个电机啊 就可以完全下来了 现在呀 咱们已经把特斯拉的德金 它的前部的驱动电机啊 已经完全的把它拆下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电机内部控制器 变速箱 还有它的电机 都分别是哪一块 内部是什么构造 大家呢 看一下咱们的 过去视频